《相彈地人》 攝影記者已經是我小時候想做的工作 攝影對我來說 我真的純粹覺得是不斷紀錄事情的工具 而我就是遭遇這個工具的人 我入行十二年了 我自己就喜歡做多些窮、災難、落後地區 怎樣為之窮? 我是很現實的 生活很艱難、熬餓 我自己不可以帶來自己的生活保障 中國人想安居落業都做不到 其實我相信這種都是窮的 我是要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了解到劏房的有四大類 第一類就是套房 通常是千多尺的單位 間成四至六間就有我的獨立廁所 第二類型就是僅房 都是千多尺的單位 再劏多些沒有獨立廁所 另外一種就是棺材房和龍屋 就是天台屋通常都是潛建而成的劏房 這個手法其實劏房那麼細 我只可以拍到好像一個平面 由上而下 被人清楚看到一間劏房大約是有什麼的 我眼見很多的劏房人士 他們都是新移民、中緣戶、龍屋和棺材屋 有一部分是隱君子 靠中緣衛生的人 我有幾個個案 他們家庭收入八千元 已經是一家三至四口了 他們不住二千多元的劏房 還可以住什麼呢 其實他們擔憂很多 他們很怕有火警 尤其是天台屋 很多時候都有蜈蚣 經常咬傷小朋友 父母很怕兒子會學壞 被人非禮 我問過這麼多個劏房 他們最大的夢想就是 希望申請到公屋 我真的覺得是歸咎於地產霸權 樓價租金不斷升 你所有成本貴的時候 人工就加不了 你只有你的生活水平不斷地降低下去 你不要說劏房戶 就算一般的香港市民現在生活得很艱難 身為一個攝影師 我當然覺得圖片、圖像可以帶來一些訊息 給一般的市民 讓他們知道究竟貧困戶、劏房戶 我們的生活是有多艱難 攝影我覺得是更容易被人理解到 事情的一個方法 因為攝影就是看圖片或圖像 會被人直接了當吸引到人理解的事情 就讓他們確定是更容易被人理解的 大家看誰是更容易被人理解的 最終的地方 都會被人理解的 如果玩得更多,可以被人理解的 為人物資助理解的 你坐在這裏面